认真学习礼仪 从波士尼亚到塞尔维亚的志工 把握时间学习培训 因为看到2014年 此时志工在家乡水患时 无私的奉献 深受感动的他们 决定一起参加热食发放 种子成为小树 这一棵棵的大树集合起来 就是他们的种子就延续下去 所以一生无量 无量从一生 就是这样的活华精神理念 都在那里 不断地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上 让他灌溉 让他成长 在台湾端午节前夕 各地持续志工已经开始包起种子 将满满的爱分送给 所有医护人员还有志工 感恩他们的付出 我们的人间菩萨 就像那一根树就这样的 包后把穿到滑麦去 不管一粒粒的米 一片片的叶子 一条条的绳子 总归到了这样的刚灵灵 又香又好吃 送上感恩也是祝福 期待人人发挥良能 造福人间 大约新闻江嘉宇 邓明怡 华联报导